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席刚刚并没有任何的财势 王金平院长也公开的说早在12月18号 他就已经接到财政部的电支 告知他这个租税协议没有要签 主席也没有主张租税协议在没有协商完成的时候 就应该立刻签 主席没有在这里做任何的财势 我只是要求被寻的列席的这些官员们 面对委员的质询应该要诚实以对 所以主席不认为我有任何违反委员会的协议 以上跟卢委员做报告 谢谢主席的好意了 那不过我想各个委员的质询 他的权力义务范围 那有什么样的评论 应该有各个质询的委员他自己来做 像我就觉得李部长是一个还蛮诚实的部长 相较于就是长期来的观察 我觉得他还算是诚信度蛮够的 那么从民调一看出来 民众对他的评论也是如此 那接下来我的权疑问题结束了 那接下来请这个赖主委 谢谢 请赖主委 委员好 主委 这个昨天有一份这个民调显示 你的这个民众对你的这个知名度的调查 是排名第三 你的政策呃 辩护能力是排名第二啊 我个人觉得非常值得肯定 因为你我记得这个两年前你刚上任的时候 一年多以前你刚上任的时候 不管是蓝或绿或者一般的民众 其实对你有很多的质疑啊 蓝的不满意 绿的也不满意 那导致我当时你呃自己可以说是寸步维艰 但是一年多以来你个人非常的努力 那我自己也看到你在很多地方不断的说明个沟通 包括包括这次第四次江城会在我台中举行 你也是台中的女儿 你还特别以台中的女儿回乡去 用很柔软的身段回到你的祖庙去上乡 祈求两会能够顺利成功 那同时也向我们的乡亲父老 你自己的乡亲父老来保证 你绝对不会做出违反台湾利益跟台湾人民权利义务的事情 所以今天你的努力有所成果 那所以在人民的心目中 你的知名度排第三 你勇于勇于出面 相较于很多的部会首长 不愿意跟人民沟通 也不愿意让人家认识他 好官自为之来讲 你很愿意就是现身说法 努力去沟通 那人民给你的政策辩护能力的评价更高 排第二排名第二 那仅次于我们的央行的总裁 所以我觉得你这份的成绩 更是得来不易 所以我个人表示对你的一个肯定 那么另外呢 你们陆委会最近做了有关于 这个江城 第四次江城会结束之后呢 有关的民调 那根据你们这份民调里面有几项数据 大概有六到七成左右的民众 是肯定第四次江城会的一个成效 第一个呢 我觉得你们会主动做民调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部会 他政策推展完了 或者是他很多的施政做了以后 他根本不管人民的看法跟感受 跟结果是不是符合民众的一个想法 那你们在一个政策 一个会议结束之后 你们还会主动去做民调 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后追踪 很好的一个态度啊 那这是第二个肯定 不过呢 我个人建议啊 我个人建议 未来这样的民调哈 还是应该交给研考会或是民间机关来做会更好 因为免得流于老王卖瓜嘛 你自己 这个就是教育大学做的 你们委屋教育大学说的 但是 陆委会不会自己做 我们都是委托政大 或者是各其他的学术机关 对 但是我建议啦 人口会也会做 当然我是建议啦 因为你是用这个陆委会的这个新闻稿来发布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很多人会误以为是你们做的 那所以未来如果说你们是委托去做的话 那我们会说明 说清楚 讲明白 就说你们是委托去做的 后面最后一段有写说 这个是委托台北市教育大学的 民调中心做的这个民调 对 那那就好 就说你一定要做的让人家更客观 否则的话 人家说老王卖瓜 那就不太好 那刚才又委员问 其实我也想 我也想请教你 第二次江城会在台北举行的时候 那可以说是不尽理想 因为是第一次在台湾举行 那当时的这个事故闹得很大 我们的这个客人呢 他本身也觉得是他受到了一个妨碍 那当主人的呢 也很多地方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做好这个各方面的一个准备工作 那民众的观感呢 也不沙沙 所以如果用把第二次江城会跟第四次江城会来讲 那陈如你所说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不管是秩序 不管是签署的结果 会进行的过程 或人民最后的一个民调的一个结果 显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所以我还是试图想要请问你 我们都是台中的 你是台中的女儿 我是台中的媳妇 如果第二次江城会是60分 我用这个当做基础的话 刚才有委员问你 你不会愿意这样打分 但是如果用第二次跟第四次来比较 第二次江城会如果是60分的话 那第四次的话应该是几分 您来打好不好 委员 真的我是觉得这一次真的是让制度化协商更成熟 更常态化 更正常 这个非常好 那我们也对未来也会有所 因为每次都是在累积经验 在学习嘛 那所以我们也觉得也还是可以在 像包括我们希望说 本来我们这一次就非常希望任务单纯化 那所以才会建议说 由这个各县市长来做邀约 那这个对方后来也是也蛮 就是说这种东西就是一定是尊重主办的 这个我们主办的这个县市长 那他们也觉得这样很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进展 那未来看看第六次在台湾举行的时候 那看我们要再做怎么改进 觉得都很好 那我觉得这一次 不管是不同意见的声音 也都在台中市长 以及市政府的这个领导底下 也都很平顺平和 我们都觉得这个是 所以你给打个分数啊 这么多人投入 包括我们的胡市长 台中善定地主之 以台中的民众这么配合 台中的警方这么辛苦 台中市政府所有的官员忙翻了 你给打个分数 打高一点嘛 给我们点鼓励啊 您是台中媳妇 我是台中女儿 整个这个会谈 把台中市那种温和宜人的这种味道 都展现出来了 所以你觉得应该 温和宜人 所以你觉得应该打几分 我个人是 80分以上有没有 我还觉得还蛮 真的是蛮肯定的啦 有没有80分以上 分数真的不好 真的分数请您来打 您打几分我都接受 你讲没有不敢打分数 打低的话 好像我们台中没有善定 我们表现也不好 因为我们也是团队共同之一 我觉得用文字的来描写 台中这个我们陈朱伟讲说 台中是100分 台中是100分 他说台中100分 他说的 我是觉得用文字的描述更能够精准 就是我觉得这一次把那种中部的台中的那种气质气度都表现出来 其实我觉得 其实蓝主委 我建议中国人说 我建议赞美不要吝啬 其实我觉得这次真的是相较于第二次长足的进步 85分以上都有 而且我觉得这个团队包括谁 包括民进党我们都要肯定他 对当然 我也是公开 那从上次第二次江城会学到很多的经验做得很好 但是民进党在蔡英文主席的领导之下 他能够在很多事先跟他们的公职人员跟他们支持者做适当的沟通 那虽然不能够让社会进入满意 但是民进党在整个表现过程相较于第二次江城会也进步很多 对 这一次他们的确是展现出 中央的同仁 地方的同仁 各县市政府也都很尽力 所以我倒建议啊 我倒建议你不妨的打分数 好好的 因为我今天看到前面委员问你 前两天媒体在问你 你都不肯答 不肯答就一副好像做不好啦 然后也打不了分数啦 相对的 我觉得你自己前两天在媒体接受访问 讲得很好啊 这次包括包括中央到地方政府的携手合作 包括政党之间的一个协商 跟大家能够遵守游戏规则 那包括两岸之间啊 大家工作能够进行顺利 其实都应该获得高评价 各方都赢嘛 所以你应该 各方都赢不是比分数本身更 更来得更 所以你应该用分数表现啊 你不肯打好像一副大家都做得很高 分数每一个人打的都不一样嘛 委员您来打分数我就一定接受 我是说真的 我的整个描述跟感觉就是各方都赢 各方都赢 那比第二次进步20分以上有 谢谢您如果这样肯定 我就好高兴哦 不是啦 我想告诉你将来要多 就是说我们地方上做很多啦 你将来机费要多补助一点 台中市的部分 那台中线南投啊 都应该要多多给予协助了 好不好 很多我们的地方团体观光客来啊 等等都要那个 所以你我不晓得你为什么不敢打分数 不肯打 我不 分数真的是由 我不会去强迫你了 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哦 那我们都接受 但是就我们自己的评估 我们真的是觉得这一次是各方都赢 对 我不会去强迫你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啦 但是我觉得就像政策辩护能力 有时候你透过一些量化的事情 让民众去了解 让民众去显示 你对于朝野各方 中央跟地方两岸之间 大家这次顺利工作 的一个肯定 也是不妨的事情 那我不晓得你为什么这么矫进行事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了 但是你回去想想看 谢谢 接下来请你部长请 请你部长 卢元早 部长 这次这个租税协定没有签 签成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赞成 对 基本上不为了签而签 对对 因为我们签任何协定 一定要对台湾 以台湾为主 如果在今天课税的主员 因为我是财政委员会 我很了解 如果说你课税主员 双方没谈好 他要课 那我们怎么会同意 当然是台湾政府课啊 对不对 所以要以台湾为主嘛 第二对人民有利 那你课的这个税 税率到底是要用多少 才合理 是10% 5% 20% 这个差很多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要对人民有利嘛 所以这次租税协定没有签 本来你们工作那么久 应该要签嘛 本来就是差不多了 后来有一些 最后你们坚持说 要以台湾为主 对人民有利 这个我很赞成 第二个 你也诚实的告诉了我们王院长嘛 也跟我们财委会 沟通 事先像我 事委员长 你就有时间跟我讲嘛 你就跟我讲说 这个东西可能我们会坚持 那我觉得你们坚持很好 所以这个沟通 可能有的委员会 教育委员会可能不清楚 因为你可能没有去跟他们讲 可是财委会你有讲啊 王院长代表立法院的高度 也有 你们也有事先讲嘛 所以我是觉得也有事先讲 我们是想可能有状况 只是还没到最后一点 对对 所以你们也 而且提早蛮提前讲的 大概前一个礼拜 你们就开始讲说 跟立法院沟通 财委会跟王院长都沟通 可能是有这个状况 可能也有状况 那所以我是觉得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个澄清 没有骗人 那不过我想今天有一个小议题 大家很关心的 是 复改会昨天结束 是 那大家就说 复改会啊 过去开了那么多次会 大家一个印象就说 好像都是在做减税的工作 是 所以大家很担心啊 有媒体就开玩笑 下一个标题 复改会结束就是加税的开始 因为复改会是一个减税的复改会 那所以呢 那会不会从复改会昨天结束之后 开始就是加税的开始 能源税的各种税 应该不是 因为我们税制的改革一定大环境要来配套 环境不好不可能加 我想大家可以了解 等同一个人的生病 吃药打生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抽血呢 所以基本上一定是景气好了 环境好了 那税机扩大了 再做税制的改革才可行 所以我们要顺势而为啊 因事质疑 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你今天的澄清很重要啊 不然人家说有个复改会结束 结束就是加税的开始 谢谢 谢谢